大家好,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说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我今年写的第一篇文章被咔嚓了 然后我昨天接到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来自千年古都 这个电话为什么打给我 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 放下电话之后呢,我就登录公号 迫不得已把好几篇文章都给挥到志工了 这是第一个好消息 第二个好消息就是 我在年尾写了两篇总结文章 一是2021那些令人感动的人和事 二是2021留下好多问题 这两篇文字不但被咔嚓了 而且还额外赠送给我15天的假期 真是太幸福了 只是这幸福啊 让人觉得好荒诞,好可笑 有人问我,你难道还要继续吗 我的回答是,还要继续 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怕吗 我的回答是,怕呀 但就是因为怕才要继续的呀 那些不怕的早就睡夜静好了 那些不怕的早就漠不作声了 那些不怕的早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了 我就是因为怕,所以才不闭嘴 所以才要继续下去的 那些问我怕不怕然后不说话的人 我早想问你 你怕频度往里用100种方法来对付你吗 你怕成为买菜男的普通民众吗 你怕成为那个因为买个吃了 然后被揉一顿的那个人吗 你怕肢体的孩子被两个无良老师 怂恿全班同学来欺负吗 我想都会怕的,所以我也怕 于是呢,尽管我被奖励了15天的假期 但我昨天还是千找万找又找了一个新的公号 稍后我会发在朋友圈 也希望大家给我关注一下,谢谢 尽管我都文字都被咔嚓了 尽管我因为某案的文字受到了特殊的关照 但我并不气美 我今天打开手机一看 映入眼帘的尼某案的图文